昨天打出了剩下第7支代打的選手 哎呦 說著說著又來了 中獎啦 哇今年第7次的畜生球 對誘打者第6次 哇 歐勒嘎仔 保送出局 哎呦 再來一顆 哦 這樣沒空喔 哇這個 成績保送 哎呦 再來一顆 Dead Ball 哇 哇 連二拉二促身球啊 這個前面我們才在介紹 今年的死球比較多 你的身體已經記下來 你要很強烈在把它扭正過來 除非你平常啊 對你各項投球的一個機制動作 在身體裡面是記憶很深刻 要不然的話 你要在當下去扭轉回來 有時候加上心理的陰影 他把他壓力又怕投到人的時候 你在投球到那個節奏的時候 瞬間再做同樣動作機率會很高 看起來應該身體不舒服 有可能要換頭耶 因為剛才又試投了一顆球 也是完全開掉 所以現在王靖民投手教練跟主審 江春雨先生在溝通 那竹筋兄弟可能要臨時 馬上換投手了 這場比賽徐姬林15顆球 抓到兩個出局數 不過在一局上出現了三次的四死 哎呀 觸身球 哇 這個連三處耶 哇 這個 陳俊豐總教練脾氣再好 可能都會有一點火氣上來了 你太難了 我還是帶不去